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弟生病了,神婆给他算命 说他好不了,活不长 所有爸妈要逼我把命借给弟弟 而我就是在埋头写作业的时候 冷布丁被妈妈绑在凳子上的 神婆说现在就是及时 催妈妈快点行事 香岸上摆着十碗香灰水 神婆嘴里念念有词 一碗水借十年命 十碗水借来百岁寿 闺女死患得儿子生 下一秒,一碗香灰水递到我嘴边 我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妈 哭着说 妈,老师说过这是迷信 你得带我弟弟去看医生 医生会治好 没说完的话 被灌到嘴里的香灰水 一起咽进了肚子里 妈妈捏着我的鼻子 死死地按着我 香灰水一碗接着一碗地 拼命往我嘴巴里灌 窒息 呛壳 满嘴又苦又色 我的脸憋得通红 眼泪和鼻涕一起往下流 手脚挣扎地磨破了皮 可我还是挣扎不开 妈妈的膝盖紧紧地顶住我的双腿 她用尽了全身力气 把摆在香岸上的十碗香灰水 全部灌进了我的肚子里 然后在神婆的剑意下 用毛巾塞住了我的嘴 神婆说 我要是吐出来一点 弟弟就少了一年寿命 时间都化作了刀子 一秒一刀 刀刀在我腹中乱脚 我痛得连人带椅子一起滚在地上 也不知道时间到底在我腹中 搅了多少刀 只记得天色渐渐暗下来 我也终于精疲力竭 像一条死狗般瘫在那里 妈妈终于拿掉了我嘴里的毛巾 和神婆两个人一起 把双眼翻白口吐白沫的我 一路拖到房子外面 扔在了屋后面的空地上等死 他们说不能让我死在家里 晦气 我翻白的眼中 依稀见到星空璀璨 月色清明 不由想起自己被绑着灌香灰水前 写下的那篇作文 我的妈妈 我好爱我的妈妈 她在我六岁这年 给了我好多好多的爱 多的就像天上的星星 数都数不过来 我六岁之前 没有感受过母爱 我的妈妈是个 对娘家和婆家 都十分顺从的女人 她任劳任怨 对爸爸和奶奶百依百顺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生下我的时候 因为生的是个女孩 奶奶指着她的鼻子 骂了半天 说她娘家 就有生女儿的种 她妈生女儿 所以她也生女儿 说爸爸就不应该娶她 应该去不生女孩的人 家里娶媳妇 或许奶奶觉得 爸爸应该娶个男人回家 这样就不会把儿媳妇 娘家生女儿的传承 传到她家里来 奶奶口不择言 骂妈妈的时候 爸爸一生也没有坑 她也对生了个女孩 感到十分失望 让她在书拜兄弟间 抬不起头 妈妈很愧疚 从床底下翻出来 半瓶农药 要以死谢罪 奶奶当然不会让她死 毕竟她死了 再娶个媳妇回家不容易 况且也很难取到这种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 奶奶说再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下胎 一定要生个男孩 妈妈感恩戴德 逢人就说奶奶好 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 至于我 从小喝米汤长大的 因为生的是个女孩 奶奶不伺候她的月子 不要说鸡汤了 连红糖水都没溅着一滴 母鸡下了个蛋 月子里的她 都要省给我爸吃 她连吃都吃不饱 根本没有奶水喂我 这些都是 我从邻居婶婶 和大人们的闲聊中知道的 他们还说 再没有比露露 好养的孩子了 哭半天都没人理 一天到晚 除了喂点米汤 拉屎拉尿都没人管 是都干在屁股上 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 但我终归是在一家人 嫌弃的目光 和妈妈咧咧中活了下来 我两岁的时候 弟弟出生了 妈妈的脸上 终于有了笑容 爸爸的脸上也有了期盼 最高兴的还是奶奶 每天将弟弟抱在手里 乖孙乖孙地喊个不停 妈妈生了儿子 奶奶伺候月子还算尽心 给他煲鸡汤 煮鸡蛋 但是妈妈觉得自己 不配喝这么好的东西 尝一口就推说喝不下 全部省给爸爸喝 没有营养 他奶水不足 被奶奶指着鼻子 骂他没有用 是一头不会产奶的干牛 妈妈依旧愧疚地抬不起头来 爸爸去镇上 买了又香又甜的奶粉 回来喂弟弟 有一次我饿极了 看到弟弟喝完的奶瓶 还来不及洗 就拿去兑了一点水 摇一摇喝了起来 虽然稀稀的 但是很香 有淡淡的甜味 我没有喝过 那么好喝的东西 很不幸 我抱着弟弟奶瓶的时候 被奶奶看见了 她指着我骂了一整天 说我饿死鬼投胎 连弟弟的奶粉都要抢 怎么不噎死我 我妈拿起棍子打了我一顿 在她的眼里 因为我是个女孩 捡弟弟剩下的东西吃也不配 就如同她生完孩子 依旧觉得自己不配喝鸡汤一样 我不仅不配吃弟弟剩下的东西 我也不配穿新衣服 不配得到他们的拥抱和夸奖 不配被他们带出门走亲戚 在她眼里 女人就是比男人低贱 就连洗衣服 女人的衣服 也不配放在男人的衣服上 所有世间美好的一切 身为女孩的我都不配 直到我六岁那年 情况发生了变化 六岁那年 弟弟生病了 奶奶和妈妈都是很迷信的女人 他们带弟弟在村医那里 打了两针没有好转后 听了同村人的话 带着弟弟去找了神婆 在我们村 神婆治病被传得神乎其神 几乎没有她看不好的病 妈妈从神婆那里回来后 像是变了一个人 以前只有弟弟和爸爸能吃的鸡蛋 我忽然也有得吃了 家里烧了红烧肉 我再也不是加一筷子 就不能再加了 妈妈会拼命地 把瘦肉夹到我碗里 直到我碗里都堆帽间了 她还在家 并且说 鹿鹿 你长身体 要多吃点 以前她只抱弟弟 亲弟弟 现在她也会抱我 还会亲我 甚至会夸我洗的碗干净 然后说 以后都不用我洗了 因为要保护好这双手 奶奶的态度 也变得亲密起来 姑姑回娘家 给她带的大礼包 拆开后 里面的零食也有我的份了 她还慈祥地看着我 就仿佛在看着我生病的弟弟 说 鹿鹿 吃吧 多吃点 一定要养得健壮如牛 这样才能长命百岁 家里所有人都对我亲和起来 弟弟有的 我也有 弟弟吃不下的 他们会笑着 哄我吃下去 我根本不需要他们哄 我胃口很好 什么都爱吃 沐浴在一大家子的爱里 我受宠若惊 每天都很幸福 也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讨好他们 担心他们会随时把爱收回去 因为一旦得到过 尝过被爱的滋味 就再也不想回到以前被嫌弃的猪狗不如的日子了 我早早地起床 偷偷地去把全家人的衣服都洗了 因为小小的我固执地认为 小孩子越懂事 大人才会越喜欢 可是当我把洗完的衣服提回家 妈妈和奶奶都发了好大的火 他们骂我天生贱骨头 不干活会死吗 把这双手保护好 有那么难吗 怎么这么不听话 他们骂完 我又转了语气安慰我 我们也是为你好 现在大冬天的 你要是今年手上生了冻仓 以后就年年都会生冻仓 所以今年你一定要保护好这双手 我感动得哭了 他们真的好爱我 连我这双手 他们都很重视 我在心里原谅了 他们骂我很难听的那些话 因为那都是他们爱我 然而我并不知道 他们之所以这样待我 并不是他们真的爱我 而是神婆告诉他们 弟弟生的病是好不了的 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 除非把我的寿命借给弟弟 在把寿命借给弟弟之前 他们需要把我养得很健壮 这样把寿命借给弟弟后 弟弟也能像我一样 我的手若是在冬天没有保护好 生了冻仓 以后弟弟借了我的寿命后 也每年都会生冻仓 他们对我所有的好和爱 都源自弟弟 要把我的健康给弟弟 也要把我的寿命给弟弟 他们在我七岁生日这天 终于决定要把给予我的一切 都收回去给弟弟 包括我的命 于是七岁的生日 我没有等来鸡蛋和长寿面 也没有等来祝福 等来的是在我写着 我好爱我的妈妈时 妈妈给我灌下的十碗香灰水 以及一个静悄悄死去的夜晚 我好像明白的有些晚 大人们不会忽然转性 去爱一个被咸进骨子里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 他们突然爱得浓烈 那他们一定在爱的蜜堂中 包裹了人间最毒的毒药 中毒的我全缩成一团 在月色的清灰下 成了一名路人的绊脚石 那个人被绊得亮亮呛呛 回转身含糊不清地骂了一声 还愤懑地踢了我一脚 然后才摇晃着走了 是村西头的那个酒鬼 他可能还以为 地上躺得只是条死狗 要是看清楚是我 他也得骂上一句晦气吧 有人来将全缩成一团的我翻了个面 我顿时四仰八叉地躺着 任由来人的手在我鼻尖碰来碰去 我动不了 眼睛也看不清了 听觉却忽然间灵敏了起来 我听到了神婆的声音 还没有死透 再等等吧 等她死透了 弟弟就会好起来 不会痛了 然后是奶奶心疼的声音 我乖孙现在痛得打着滚地哭 能不能让这丫头快点死透 反正她都是要死的 捅她一刀行不行 她死了 我乖孙就不痛了 然后是我妈着急的声音 妈 我带了刀来 要不要捅 奶奶杀人她递刀 她向来是个孝顺的好儿媳 什么都听奶奶和爸爸的 我没有被捅 因为很快就响起了一阵警笔声 模糊的视线中 忽然出现了刺目的光芒 我依稀在刺目的光芒中 看到了警察叔叔的身影 我听到了那个倒霉酒鬼的声音 他说是他报的警 他说自己喝醉了 被一条死狗绊了一下 回来踢死狗的时候 发现是个口吐白沫 双眼翻白的小孩 他说自己吓得马上就醒了酒 连忙报警说 村里出了人命案 我的眼球努力地转动了一下 借着警车的灯光 看到那个酒鬼神情悲痛 就好像躺在地上的是他心爱的孩子 他站在警察面前 义愤填膺 真是魔鬼啊 这么小的孩子 他们都能吓得去手 警察同志 对这种人 你们必须得抓起来判死刑 让他们吃枪子 有人将我抱了起来 我听见奶奶焦急万分的声音 警察来得正好 求求你们救救我孙女吧 她把我们摆在香岸上的香灰水 当成饮料喝下去了 我们正要带她去看医生 有人喝了她一句 孩子都这样了你才知道着急 早干嘛去了 我妈在一旁着急地小声问奶奶 怎么办 救得活吗 她现在一定很担心我被救回来 奶奶装作气急败坏的样子 八成是就不活了 我这苦命的孙女哟 我听见站在旁边的妈妈 松了一口气 随后 我陷入了一个轻柔又甜美的梦境 梦里面 我所有的亲人 都是发自真心地爱我 他们盼我健康 忘我成才 不会收回一点点对我的爱 可惜我醒了 梦都是假的 醒来时我在奶奶和妈妈脸上看到了失望透顶 但是奶奶很快就转了脸色 对旁边的医生说 哎哟 阿弥陀佛 我孙女可算是就回来了 医生 你可是我们一大家子的恩人 妈妈看着奶奶的眼色形式 脸上也立马堆起笑容 说 是啊是啊 都快没气了 也能就回来 这可真是神了 脸上是笑 语气中却是藏不住的惋惜 差一点就死了 怎么救救回来了呢 只有爸爸拿着一堆医疗账单 在那里哀声叹气地发愁 他外出打了一年功 这一年功 算是白打了 全交给医院了 不仅如此 爸爸忧心地远不止医疗费用的事情 还需要应付警察的不断盘问 因为村西头的酒鬼叔叔 一口咬定 我是被虐待的 要警察彻查到底 奶奶和妈妈提了几篮子鸡蛋 上门去求他 不要再说这件事了 他都还是一趟一趟地跑警察局 有人说他疯了 又不是他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爱怎么对待 就怎么对待 关他什么事 也有人说他是自己的孩子 被前妻虐待死了 他努力许久 也没能让前妻吃上枪子 现在把矛头转移到 我奶奶和妈妈身上来了 无论我奶奶和妈妈怎么讨好他 他都要为我讨一个公道 甚至亲自跑到医院里面去 打听医生是怎么对警察说的 其实我知道 医生是怎么对警察说的 他说从胃里洗出来的 确实是香灰 无法判断是小孩子误喝 还是怎么回事 警察转过头来问我 陆陆小朋友 香灰水是你自己误喝的吗 我连忙摇摇头 可是当我对上奶奶和妈妈的眼神 我又吓得连忙点点头 他们在警察来之前 就已经警告过我 香灰水你得一口咬定 是你自己荡成饮料物喝的 要不然奶奶妈妈神婆三个人兜得死 你就是杀了三个人的杀人凶手 杀人犯走到哪里都会被戳几辆骨 连大学也不能考 你要是敢说是妈妈灌你喝的 回去我们就立马灌你二十万 让你再受一次罪 腹如刀脚的滋味实在太难忍了 听到他们还要灌我二十碗香灰水 我吓得连忙尽声 警察见我摇头又点头的 叹了口气 说这孩子愣愣的 也问不出什么 他对着巴巴赶来医院的酒鬼叔叔 两手一摊 无奈地说 你看 没有证据证明这孩子是被虐待的 而且医生对他的体检 也是营养状况和健康状态良好 身上也没有其他伤痕 我们作为警察 没有证据是不能随便抓人的 酒鬼叔叔沉默了半赏 忽然说 我要收养这孩子 此言一出 奶奶和妈妈几乎是同时间声喊 不行 你凭啥 酒鬼叔叔如鹰般锐利的眼神 看向他们 断然说 这孩子不被收养 你们一定会再害他一次 警察看到他们的对质 感到无奈 收养需要双方同意 还要征求小朋友的意见 你们商量好再说 听到要征求小朋友的意见 我忽然像是看到希望一般 警察叔叔 我愿意被这个叔叔收养 酒鬼叔叔愣了一下 然后纠正我 不是叔叔 是爷爷 我今年五十岁 他多少岁我不在乎 我只是不想跟着奶奶和妈妈回家 担心他们在反对收养 我立马又说 警察叔叔 香灰水不是我物 奶奶连忙打断我的话 看向酒鬼叔叔 同意 我们同意送养 直接去办手续 从现在开始 这丫头就归你了 奶奶的话风转得太快 警察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她连忙找步 看她一个人怪可怜的 都是乡里乡亲的 送个丫头给她养 以后也好 有个人给她养老送中 妈妈却扯着奶奶的衣袖 小声问 露露被收养了 小剑怎么办 徐剑就是我那生病的弟弟 奶奶瞪了她一眼 她不敢说话了 收养手续很快就办好了 出院我就被领回了酒鬼叔叔 哦不 酒鬼爷爷家 家里很干净 是那种家徒四壁的干净 回家第一件事 她就把身份证拿给我看 问我认不认识上面的字 我认识 并且读了出来 徐天 她很满意 说我认字认得好 以后一定能有出息 我一年级就会认了 这也值得夸 我还震惊在她的夸奖里 接下来 她却做了一件 让我更震惊的事 她当着我的面 把她的酒罐子 全部砸碎了 以前生活没有盼头 只有以酒为伴 现在肩头有了责任 就该好好地往前走了 露露 以后你好好读书 我好好赚钱 等我赚大钱了 你也出息了 日子就越过越红火了 我听得懵懵懂懂 她又递给我一张 皱皱巴巴的十元钱 上学去 十块零花钱拿着磅身 花完了我再给 这是我第一次有零花钱 我很重视地 把她揣进兜里 谢谢爸爸 爸爸再见 她却很固执 喊爷爷 其实她跟我爸爸 看起来差不多 只有微微花白的头发 让她和爷爷 这个称呼相称 但是她几番纠正 我只能从善如流地 喊她爷爷 我从出生就没有爷爷 现在知道 有爷爷意味着 有零花钱 有肉吃 有新衣服穿 也不怕被人欺负 因为如果有人敢欺负我 爷爷的拳头 可不是好惹的 村里人都说 爷爷是把 他对自己女儿的爱 全部转移到我身上了 还说我是个幸运儿 豆腐掉进了肉锅里 其实 关于爷爷女儿的事情 村子里时不时 还有人提起来 我也有所耳闻 说十来年前 爷爷的前妻出轨 爷爷执意要和她离婚 前妻跪下求她也没用 后来前妻为了报复她 把两岁的女儿带走改嫁 并且不让爷爷探视女儿 一年后 爷爷接到医院通知 说她女儿病危正在抢救 等爷爷赶到医院 见到的是女儿冰冷的尸体 以及一身被虐待出来的伤 女儿被她的前妻虐待致死 爷爷一夜白头 努力了好多年 也没能让前妻吃上枪子 听说她前妻现在还在坐牢 从那之后 爷爷的人生中 就只剩下两件事 一件事是喝酒 另一件事是报警 只要看到有谁在打小孩 她就立马报警 村里人在她切而不舍的报警下 几乎已经没有人打小孩了 因为怕麻烦 收养我之后 爷爷的人生中 也只做两件事 一件事做生意赚钱 一件事尽她最大的能力 养我 供我读书 她荒废得太久了 做生意并没有什么起色 我也天赋一般 成绩平平 看不出来能有什么出息 不过好在 奶奶和妈妈 没敢再来找我的麻烦 而我有了之前的经历 每次见到他们 都绕道走 日子就这样平常 又幸福地过着 直到初二那年 我忽然间开窍了 成绩像是坐上了火箭 一路攀升到全年级第一 中考还超常发挥 直接被试里面 一所超有名气的高中录取了 只不过那是一所民办高中 一年收五万学费 贵到离谱 要是放在三年前 爷爷的小作坊 还有盈利 他是能付得起 这样的学费的 现在 爷爷的小作坊 已经连续亏损了两年 面临倒闭 总共连爷爷一起 就三名员工 爷爷都已经发不起工资了 借钱补齐员工的工资和补偿后 爷爷只能劝他们 另谋出路 他到处去借我的学费 免不了被左邻右舍冷嘲热讽 把这个丫头骗子卖掉 都值不回这么多的学费 你怎么一直做赔本的买卖 女娃子认识几个字就行了 没钱还读什么书 当然是经常打工赚钱啊 我也不忍心 他一把年纪了 还背债务 跟他说我去上公历高中这样 负担轻一点 他立即就批评我眼皮子浅 说我读书了 就应该更有见识 眼光放得更长远才对 他借了临近好几个村 终于还是把钱借了回来 送我去了那所民办高中 我考上清北大学那年 花甲之年的爷爷 也终于摸索出了成功的生意经 把小作坊扩大成公司 开进城里来了 业务不断 口碑也不错 他赚了不少钱 事业成功 加上我也出息 他十分高兴 花钱回农村 为我摆了三天的升学宴 把邻村的人也一起喊来吃酒 场面风光又热闹 奶奶和妈妈也舔着脸来了 还把被神婆制傻了 流着口水的弟弟徐健也带了来 他们看着爷爷 酸极了 哎呀 你真是福气好 丫头骗子也能被你养得出息了 你以后是老有所依了 他们又看了一眼 歪着嘴傻笑的弟弟 重重叹息 我们就惨了 不仅指望不上这个傻的养老 还得担心我们入土后 这傻子该怎么活 这时有村民提醒他们 露露是从你们家出来的 以后也肯定要给你们养老送终的 咱们徐家村的人 各个都是有孝心的好孩子 望着奶奶和妈妈期待的眼神 我连忙笑着附和村民的提议 送中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如果你们需要 我随时可以的 他们两个听完 脸都绿了 我大学毕业后 爷爷以年纪带了要享清福为由 把公司交给我打理了 又过三年 正当我把公司打理得要上市的时候 爷爷又说 夜落归根 要回村里种花养草 过闲适的老年生活 爷爷回村子之前 我把他村西头 那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推倒了 重新建了一个 是老化功能齐全的别墅 给他请了三个人在别墅工作 一个负责卫生清洁 一个负责爷爷的饮食起居 还有一个负责爷爷的安全 当然 村子里都是老熟人 爷爷的安全还是挺有保障的 所以这第三个人 是我用心根据爷爷的喜好来选的 名义上是保镖 实际上是负责老头的精神生活 让他过得开心 我也开始时不时就往村子里跑 一车一车的东西 拉回别墅里给爷爷用 很快村子里就传开了 说爷爷真是好福气 养到了一个又有出息 又会花心思孝敬人的丫头 听到消息的奶奶 在妈妈的搀扶下 也到爷爷的别墅里来参观 看到那些智能化家居 和对老人十分友好的设施和警报器 羡慕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其实爷爷身体康健 现在根本用不着 但是不妨爱他 每天被人羡慕上八十回 老头很开心 对着每个星期 都回去一趟看他的我说 人哪 只要有盼头 日子就能越过越红火 我奶奶就不一样了 参观完我爷爷的别墅 回去后 就一口血吐出来 人直接没了 当时我正巧在村里 我爸搭了着脸来请我 说奶奶没了 让我去送中 那我得赶紧去啊 我将包好的核桃人 塞进爷爷手里 起身就跟在我爸身后走了 到了之后 我搬了把椅子 坐在奶奶床边 嗑瓜子 看着她没有了生气的脸 觉得给坏人送中 也就这么回事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开心 不过跪在我奶奶床头 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妈 抬眼见到我在嗑瓜子看戏 兜手就把我的瓜子打落在地 用哭哑了的嗓音骂我 没良心的 奶奶死了也不知道哭 还在那里嗑瓜子 我真是白生了你养了你 这才有意思嘛 我的出现钥匙 不能让他们生气 我岂不是白来了 我把蹲在地上 捡瓜子的傻弟弟 往床前一推 笑 奶奶从小就嫌我 甚至要拿刀来捅死我 你不会不记得吧 你当年还给她递刀呢 要我给她哭丧 我怕她瘦不起 折她下辈子的瘦 还是让她的乖孙 给她哭吧 我妈气得两眼一番 晕厥过去 因为有了给奶奶 送中气晕我妈的这件事 后来我爸带着傻弟弟 去镇上赶集 意外溺水双双去世的时候 我妈没敢再来 喊我回去送中 她是老徐家的好儿媳 自己强撑着 给爸爸和弟弟办完了后事 家里也就只剩下 她一个人了 可能是觉得孤单 也可能是觉得老年凄惨 毕竟爸爸死了 没有给她留下什么钱 听说她都惨到 要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吃 总之 她又想起了我这个女儿 而且还在村民的怂恿下 跑到我爷爷的别墅门口 一哭二闹三上吊 要我回去给她养老 她趁着我回去看爷爷的当口 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 大声地忏悔 说对不起我 不应该送养我 以至于自己现在老来无医 她哭得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来看热闹的村民们 都觉得她很可怜 纷纷劝我 做人要善良 要不然天打雷劈的 我也立即从善如流 做了保证 妈 只要你想我给你养老 我就一定会给你养老的 你放心 其实我等她来求 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 毕竟给坏人养老 可比给坏人送中 有意思多了 我让她先回去 以后老年生活的吃穿用度 我全给她包了 她看了一眼老年生活 十分自意的我爷爷 怀着期待的小眼神 颤巍巍地回家 等着我孝敬她的好日子 她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 我连续让人 给她换着花样的 送了六个月的大鱼大肉 一片蔬菜叶子也没有 刚开始 她还左邻右舍地 炫耀自己 吃得比古代的皇帝都要好 毕竟她半辈子都节俭惯了 肉啊鱼啊 什么都省给老公儿子吃 现在老公儿子没了 她开始胡吃海塞 每天都到处夸我孝顺 直到六个月后 她高血压引发中风 瘫倒了 才知道自己 不能顿顿都大鱼大肉地吃 但是她想不到 这是我故意为之 而是说自己没有福气 兜不住闺女的好孝心 她就是这样 什么事情没弄好 先往自己身上找原因 瘫倒后她躺在床上 我把买来的新衣服 拿到她面前 问她 妈 好看吗 这些都是给你买的 不等她反应 我转身就把新衣服 一件一件地 送给来家里串门的邻居婶婶 然后在她悲愤的目光中 跟邻居婶婶说 哎 我买的衣服 我妈不中意 说她躺在床上 哪里也去不了 就喜欢穿以前的旧衣服 舒服 邻居婶婶们 捧着我送给她们的 全新的衣服 喜滋滋地对我妈说 露露这孝心 真是没谁了 我可真是羡慕你啊 任徐天辛苦 供出来的孩子 便宜你了 听到邻居婶婶这样说 我妈气得嘴巴一张一合 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心里冷笑 这就气得脸都轻了 日子还长着呢 我还有好多东西 都要孝顺你 你可得长命百岁 好好受着呀 给坏人养老 真的比给坏人送中 有趣多了 我大部分时间在公司里 一个星期才回一次村里 妈妈摊在床上 我没法亲自照顾 自然就得给她请个人 照顾她 我找到了当年神婆的女儿 是邻村新任的神婆 给她两千块钱一个月 让她来照顾我妈 我妈最迷信 和新任神婆聊得可投机了 因为我请了神婆来照顾她 她早忘了新衣服生的那茶器 还是见人就夸我孝顺 说自己老年有福气 她能这样想 真好 新任神婆是个急性子 根本照顾不来一个卧床的老人 我妈身上很快就长满了褥窗 疼得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 但是她不知道 这是神婆不会照顾她导致的 反而向神婆要治病良方 说她浑身都痛 让神婆给她治一治 新任神婆得了老神婆的真传 告诉我妈喝香灰水能治 一次喝两碗 一天喝三次 连喝三天 她劝我妈 你看 你们家露露喝了香灰水 不仅后来都不怎么生病了 人还出息了 所以这香灰水是最有用的 我妈深信不疑 连喝三天 第三天 我从城里回去 她口吐白沫 双眼翻白地躺在床上哭爹喊娘 说痛得要死 她还知道痛 那就好 我一方面报警当警察 把神婆抓了 毕竟 当年她妈妈欠下的债 她妈妈不在了 她又传承了这种 害人不浅的法子 到处宣扬迷信 她自然要还 另一方面 我喊来救护车 把妈妈送到医院里去洗威 医生很为难地看着我 说老人家身体太虚了 怕受不了麻醉 只能应洗 我开心坏了 连忙签字 催促医生快喜 看着我妈痛到扭曲的表情 我想起了那个夜色清朗的晚上 我像条死狗一样地被扔在外面等死 是那个叫徐天的老头 把我从坟墓里拉了出来 活成了人的模样 我去了一趟徐天女儿的墓地 这里老头现在来得没有以前那么勤快了 但和其他的坟墓相比 他的墓总是最干净的 也总是摆放着各种食心的鸡品 我在他的墓旁坐了半天 然后小声说 我替你在他身边活着 会好好地孝顺他 尽全力让他幸福 不知何时小老头站到我身后了 他翘着胡须说 鹿鹿 你不是谁的替代品 也不用替谁活着 你就是你 我不要你背负任何东西 我的心愿就是你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如果可以 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小孩 都过上没有伤害的幸福生活 我扶着小老头回家 看着他已经全白的头发 忽然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让助理订了明天的机票 要趁着小老头还能走得动 赶紧带他走遍全世界 和他一起见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风景 小老头眼中是藏不住地开心 嘴上却埋怨我 你忙得要死 哪里抽得出身陪我到处旅游 我笑 赚钱也是为了生活呀 我们不能本末倒置 钻进前眼里 公司里的事 我都会安排好的 小老头欲言又止 却还是忍不住说 你妈 我记得那个夜晚 他义愤填膺地跟警察说 我妈这种虐待孩子天理不容的人 就应该吃枪子 现在年纪大了 他还是心软了 我说 我妈在医院里 医生会照顾好他的 他洗完胃后身体更不行了 多器官衰竭 现在不过是靠着药物和身上一堆的管子 在维持生命 整天痛地在重症监护室里喊娘 我秉承一贯以来对他的孝心 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把管 村里人都换着花样地夸我 只有小老头知道 我对他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复仇 小老头看着我 我不是对他心软了 而是 我不想你继续折磨自己 该放下的 就放下吧 往前看 往前走 就像我以前那样 人只有主动迈不向前 好日子才能随后而到 我轻轻地答应他 好 其实 我一直在他的托举下往前走啊 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 我和他花了好几个月 走遍各地 遍揽山河 无论是在国内 还在异国他乡旅游时 小老头可能年纪大了 特别喜欢进寺庙 一进寺庙 就拉着我拜神求佛 也不管对方是什么教 反正进去就是一通拜 说多拜一拜 总是没错的 还花了一堆钱 给我求了好几个福 我手里攒着各种富贵福 健康福 幸运福 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 爷爷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一件事 他愣了一下 问我是什么事 我笑 声音轻轻地 爷爷 你就是我人生中的幸运神 在我心中 任何神佛都抵不住你 所以别再求了 你长命百岁 我就能一直幸运下去 老头迎着日出 笑得满脸都是褶子 好好 那我得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做你的幸运神 守护你到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